保护生命 辅度众生 静在生命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 海涛法师红法讲座 众生无边是远途 烦恼无尽是远短 法门无量是远选 佛道无上是远逞 愿消散张住烦恼 无缘的智慧真明了 不愿醉张喜消除 世事长心菩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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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兰达 作曲 花冨达 出来未妙色短孽 一切世间无有灯 光明无量朝时方 日月火逐渐迷恙 世存能愿一生 有情歌歌随雷剑 又能显一秒色声 普世众生随雷剑 我们佛教特别大乘佛教 做任何修行 有三个重点 我们也叫三殊胜 殊胜 所以念下来 前行发心 正行空性 结行回向 永远各位记住就好了 这样你就会圆满 你要念阿弥陀佛 你要念地藏经 你要拜佛 你要供登 一开始 一定要升起一个 大悲心 叫前行 所以 特别我们现在来到老人院 那你要想的 愿全天下的老人 都得到照顾 健康 因为昨天的日本报纸 没有 法国的 法国的报纸 就登了一个消息 各位应该有看过了 有一个老人 孤独死了 死一年 没人知道 房东 因为他每个月都准时 银行转账 所以 他后来就看 既然他已经变成木乃伊了 现在这个叫孤独死 因为独居老人太多 那日本新闻也说了 在日本平均每年有四万个老人 叫孤独死 所以现在又有一个行业 就专门在清理这些孤独死的房子 做了很多的描述 但是无论如何 有福报的老人 或者贫穷的老人 对他们来讲 苦 真的苦 因为佛陀讲了 生老病死苦 那我这样说的意思是 我很希望各位养成一个习惯 每天思维一下 众生的苦 那你从报纸上 看到一个苦 那你要想到所有的苦 所以各位你要去想 地震 水灾 火灾 台风 所以为什么每天我们要祈求 风调雨顺 这叫地水火风一变化 然后呢 灾难就来了 痛苦就来了 所以所谓前行大悲心 就是说 现在我们要做甘露事实 虽然是一个简单的行为 但是呢 这个功德力太大了 那这个功德力 我们要平等 慈悲的 但是我发现很多人说 有啊 生起慈悲心 问题他内心没有感动 什么叫慈悲心呢 你的妈妈正在生病 你心里很痛 那个叫悲心 悲心必须有 有一个真实的感受 就像我们看到 儿子感冒 妈妈生病 你马上心里就有一个动 一个担心 怎么办 怎么办 那这个一定要修 我发现现在 如果你没有修啊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 当一个人看到别人做错事 心里就是恨 而不是悲心 这次举著我 修行 如果看到别人对不起你 你生起的就一个生气 你根本不爱他 所以我想 妈妈看到儿子做错 虽然念一下 但她心里更爱他 疼惜他 她这个骂是一种爱 她不是一种恨 但是夫妻这种东西 好像是恨 最好离婚 告你 然后你说 你是爱他吗 没有 所以我讲到这个 就是说 虽然我们大家在念 欧妈的一边面后 欧妈的一边面后 然后离婚的时候 告得要死 然后你说 你念欧妈的一边后 念了几万遍 对你来讲都没意义 为什么你没有用慈悲心来修 你只是在想要得到一个功德 或者说念这个有什么加持 还是自私的 所以这一段我讲了比较久 我也认为是我个人修行的重点 所以我每天都会看报纸 这是我师父要求我做的 然后对报纸上所发生的事情 所以那一天我看到一个报导 有一个移民 就是偷偷跑到美国了 移民 后来被虐待死掉 小小的新闻 你们看来不知道 但是我在想 这个美国这个境内 除了原住民以外 同时移民 在这移民的过程 很苦的 很苦的 所以 甚至早期的非洲移民 现在的中东移民 墨西哥移民 甚至我以前还听到说 我们华人 包括台湾 大陆很多叫跳鸡 跳鸡 那也是移民 但是这些移民 在这边受苦的过程 被凌冽死亡 甚至后来穷死病死 很可怜的 所以我就写了一张牌位 美国境内 所有从原住民开始写 原住民 早期移民 非洲人 印度人 越南人 韩国人 华人 欧洲人 各种移民 在美国境内 自古以来 所有各种因缘 死亡 受苦 我也操肚子 因为我为什么要这样写 因为这对我是一个悲心 写完以后 那我花了一百块美金 做了三十二种功德给他们 我不是炫耀我有钱 我只是告诉个写很会写 从来不出钱 这个也是一种力量不够 必须有行动 所以各位你在写一张牌位 我发现很多人免费 写一叠 放在那边 你最好写一张 放一块美金 你帮他做功德 帮他投在功德箱 帮他去点腾 这代表对他的一种爱 那不是写了很多牌位 反正免费 多写一叠 所以在这一点 我是比喻我自己 强迫慈悲 我强迫我自己 我每一张至少 大份的要 五百块美金 这个灾难大的 一百块美金 灾难小的 至少二十块美金 我都要一直帮他做 所以 因为我刚才讲 因为你不这样做 你心里不会痛 一个小孩子 你爱他 你就要买点东西给他 一个女人 你爱他 你要买点礼物给他 一个男人 你爱他 你会买一件外衣给他 不然哪有爱 一个人 你喜欢他 你会煮一点 好吃的给他 对不对 不然没有爱 所以我想 我们修大乘佛教 这一点一定要记住 但是呢 慈悲心最大的敌人 就是称恨 但是当你内心 不喜欢某一件人 事物 你就排斥他 脸就变了 脸就变了 脸色有过难看 那代表很可怕 所以那我们为什么 要修这个悲心 就是因为我们怕 我们有这种 排斥的心态 有一句话是 佛陀永远不会恨 一个做坏事的人 佛陀对所有做坏事的人 是更爱他 更关心他 这一点一定要抓住 不然的话 你念在多的 修在多的仪轨 你这个前行不圆满 这个仪轨变成没意义 因为动机不对 而且这么大的悲心 这么认真在修 一点都不为自己叫 结形回向 所有功德回向 法界众生 同享功德 最后成佛 所以再念下来 前行发悲心 正行空性 结形回向 这个空性不是什么都没有 这个空性是 就是很苦 就像各位跪在那边 念八十八佛 很痛的 跪在那边念三昧水灿 平均要跪四个钟头 但是这个跪很痛的 但是痛的时候 你能够安住 专心的在念诵 这个叫空性 空性不是什么都没有 空性是放下自我的痛 就像各位打坐 打坐脚很酸很痛 打个一个钟头 你就快发疯了 但是你要安住空性 我一开始打坐 是为了众生 希望不要生病 希望他们发财 每天都要为这个世界 做这个事情 这个世界上 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 都是我们要对它 生起一个悲心的感受 一种承担的愿力 所以我们叫归一发心 我们要归三宝 一子三宝 发起大悲心 菩提心 这个叫前行 那你有这个前行 你开始念大悲 做地上经 阿弥陀佛 很认真 把他念完 所以念完以后 无分别的 大慈大悲的 又再一次的回向给法界众生 当然你回向完以后 你也可以再一次回向给你的妈妈 往生着 但是你为什么要念这个经 我现在做个比喻 因为今天是要消灾八度 讲是我的妈妈现在正在生病 那你要把对妈妈这种执着的爱 变成一种前行大悲心 就是说因为我妈妈在生病 所以愿所有老人的病 我来想办法 愿他身上的冤气在住 我来超度 那妈妈会病 我想这个世间 所有六道众生都会生老病死 所以然后就把这个悲心扩大 扩大到无量无边 各位这一定要练习 如果你不练习 你会觉得说好像我在修行 但是我还是有贪心 还是会生气 因为你一直没有去 修行你的心态 如果你没有去修行你的心态 你没有用真正的悲心 去念咒语 去读经典去念佛 他得到的力量就很小 所以经典说 不管你造了多大的恶业 这辈子杀死几千人 一发起大悲菩提心 所有业障通通消除 消业最快的 因为这个悲心不是用金钱可以衡量的 我想妈妈对我们的爱 不是用金钱可以衡量的 妈妈甚至可以割掉她的大腿 来补我们脸上被烧的那一块 美得你不漂亮 因为做父母是早就有这个准备的 他不会斤斤计较 所以我刚刚讲了 虽然讲慈悲心各位要布施 但是布施要布施到心痛 要心痛 就是当然你修行 本来你就会挣扎 但是你不可能 当然所谓的空性 你要是二十小时都安住在所谓空性无分别 你会把所有财产 包括把房子卖了 赶快帮我拿去 这个叫空 佛陀呢 是把生命都给了 他不会说 我现在才二十岁 现在死了 我跑不来 等我八十岁再来捐器官 他没这么说 因为他是一种当下 因为慈悲才是他的生命 所以我这样说的意思 我们虽然讲大背心很容易 但是你真的要去挣扎 这个人对我这么不好 这个人背后毁谤我 这个人前面跟我笑 后面在杀我 你都知道 但是你不能写在脸上 你甚至要把这种心完全的断除掉 不然呢 我们说我们在修慈悲是骗人 因为我在全世界都主慈悲协会 慈悲心是心灵戒律 但是你不能放在心里面 要表露在外在的行为 因为透过这个行为 你才会真实去布施 真实去慈戒 如果你布施不含悲心 如果你守戒律没有悲心 会伤害你 布施会变成一种骄傲 然后呢 慈戒会变成一种杀害对方 就是说看对方的错 所以在经典里面这个叫慧 念一下慧师 慧戒 也就是说 你所做的布施慈戒人入 要跟空性智慧 悲心相应 那才有用 所以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前行 所以我想各位写白位 边写的时候最好滴眼泪 现在有人打电话给你说 你妈妈车祸死掉了 你要赶快 我要帮她写白位 然后你想到妈妈 对你的好 你就一直掉眼泪了 但是你一定要帮她写 那修行 就是说不退出心 成佛有余 就是说 你要把这个心拉回来 这个叫修行 而不是看经典光打坐修仪轨 那个是很安定的事情 这是一种内心的一种挣扎的过程 这个我们叫众生忍 叫乏忍 最后你才能够 如如不动地去背心 永不退转地去背心 所以这个叫前行大背心 然后你升起的 这个圆满的动机以后 那我们在念的时候 非常的专注 虽然有很多麻烦 很多不方便 就像我去日本 很多他们和尚 虽然很多人笑日本人和尚 吃肉结婚 有太太 有喝酒 他不是和尚 我说没关系 你这样讲 跟他们跪着念一堂课就好了 日本人只要跪在地上 在念的时候 动都不会动 痛不痛 痛得要死 因为那种 两个脚牙要弄平气 膝盖这样压着 屁股压在后跟上那种痛 你试试看 但是他们动都不会动 这就是日本人的精神 很让我们赞叹 但是至少在他那一刻 他们知道 虽然我们他是有结婚 有吃肉 喝酒 不一定 但是在那一刻 他这么样的专注 这就是八万灾界的精神一样 虽然我们平常很放逸 但是我们八万灾界的时候 我今天我在念佛的时候 我很认真 那各位现在至少抱持这个习惯 就是说平常你有你的生活 你的消遣仪式 但是当你在念心经的时候 就合掌很认真 不论不论不论弥多心经 而且会观修 这个为所有众生念 而且所有众生都在念 所有佛菩萨都在加持 都得到这个心经的加持 就像点一盏灯 上次十方诸佛 护法诸天 六道众生都有这一盏灯的光明 至少那半个钟头 或者十分钟 你很专注 这个叫振行空性 那这样圆满的修行 以这种大悲心 跟空性修行的结果 这个叫悲至双云 不是哪一个法高 说我念楞严经比较高 你念心经比较低 我就无上仪轨比较高 你念阿弥陀佛比较低 有这种心态叫傲慢分别 叫法直 千万不能有这个心态 也千万不要认为说 我修密宗好像比汉传佛教高一点 所以我选择密宗 那你这个想法更是很奇怪 所以我告诉各位 如果一个上司 对密宗认为比较好 汉传比较低 他就不具格了 如果一个汉传的法师 他不了解密宗 而去批评 他也不具格成为一个法师 但是就算我们是修大乘佛教 但是对南传佛教的这种 为个人解脱 生起的 骄傲 看不起 那他也不具格 为什么 佛陀是适应各种根系的人 你喜欢解脱 我让你解脱 等你解脱 等会不究竟 然后再发起菩提心 这就是阿弥陀佛 愿所有罗汉投到我的净土来 他不会有分别的 所以讲到这个地方 就是说 大悲心就是佛心 那到底你是用佛心来看事情 还是用你自己的分别心 我们叫我执法执在看事情 那我认为各位 如果你要去亲近一个老师 法师 上师 随便你 如果他有分别心 不要接近 因为你看不到究竟的佛法 你会走入他的框框里面 走入他的道场被你约束了 走入他的教派被约束 对你是浪费的 因为佛教不供于任何世间宗教 就是一切法必尽空 简单的 一切法能必尽平等 看你怎么去看 那这一点一定要做到 千万你不要说 我就是喜欢念 像我师父最厉害 他知道这个人喜欢念阿弥陀佛 他说你不要念佛 他就还属了 离开了 不要放我 念什么 因为我说 执着就是错 你一执着 这个法便你是毒药 因为你看不起别人的 所以我想 佛陀所讲的任何一个法门 就叫方便 就像不生病的时候不要拿香港脚 香港脚药来吃 任何的药是在你起心动念的时候 或是众生的苦你拿来用的 但是你不能把你的香港脚药 给人家去插头 任何的法门 它是一种方便 它是究竟没错 就是你符合空性悲心 那可以 你符合空性悲心 请问我们昨天晚上在这边念阿弥陀佛 你们问一问 有没有很多祖先超度了 这个很简单 超度一点都不困难 阿弥陀佛的力量太大了 一念乃至十念 不得不往生者 我不取证据 各位你不要怀疑这句话 千万不要把任何一个法门 宣扬得很艰难 变成一种 一种什么 特权 只有依靠我才可以 这个在佛教叫婆罗门 婆罗门就说 只有我可以 你们不行 我来修这个 我念有用 你们念没用 然后大乘是佛性平等 没有人不行 一个小朋友很虔诚 我经常很喜欢小朋友来参加 因为我每次来超度多太太 小朋友念大声一点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赶快去极乐世界 好好玩 他们就去了 因为小朋友跟小朋友很好玩 小朋友有这个快乐的信心 他来念阿弥陀佛 很多小朋友就跟他去了 所以我想在这一点 修行不在于外表 也不在于你是哪一个宗教 修行是一个给人家一种 如童贞的这种善良的心 一种关爱的心 甚至一种对任何事情 对对错错都没分别的心 现在很多人比较麻烦 眼睛太利心理太利 动不动耿耿于怀 对方的缺点 请告诉你 你已经没有悲心了 你已经没有悲心了 那你要马上回到你的题目来 如果我先生有外遇 我会怎么想 这个就是你要修的题目 如果我太太让我戴绿帽子 你在修奥马尼伯明后 这个叫你有分别性叫妄念 那个时候你要强迫你自己接受 这个叫忍 忍到没有分别叫无声法忍 但是你首先要接受 我不应该恨 我要对他慈悲 你知道吗 过去是我不知道抛弃他多少次 骗他多少次 现在难得他骗我一次 还还在 你要用佛法来告诉你自己 这还是因果观而已 所以这样来 来生起惭愧 而不能去抱怨对方 指责对方 因为我去抱怨指责对方 我就失去悲心 很重要 生命可以死 慈悲心不能掉 各位你的生命要定好 给你几千亿美金 给你做皇帝 给你做大领导 但是你只要不慈悲就可以做 你要选择好 因为如果你要说菩萨界 你真心想要发菩提心 我打成肉酱 我都不能打死我的背心 可以 但是我不会为现实利益而牺牲真理 自己要做一个决定 那这样你来谈可以 所以就像我以前跟很多公司人合作 我都告诉他 我们合作做这个生意 但是我告诉你 你骗我 你怎么弄我 我都不会告你 这样而已 因为这是我的原则 我希望你跟我做事没有压力 但是你可以骗我 那时候讲了四十五 骗一次 我不会被你骗两次 所以别人说这个十块钱 我都给他十二块 这是我的习惯 这个十块钱 OK 我给你十二块 希望你多用点心照顾这个事情 谢谢你 我永远这样做 所以因为讲到悲心 我可能要花多一点时间去思维这个道理 然后各位也去思维 那我这样说呢 要讲大悲心必须有 念一下 报恩的心 如果你没有报恩的心 你不能谈大悲心 所以阿提侠尊者讲的叫 你为了生起大悲心菩提心的 因是什么叫 七知因果 念一下 念众生恩 念母恩 也就是说 要把众生跟妈妈念在一起叫念恩 错了 不是念恩 第一个答案 知恩 首先你一定要知道 众生是对我们如父母的恩一样 叫知恩 第二个念恩 所以你要去想的 妈妈对我们这些众生父母 都想到掉眼泪 第三个来 报恩 所以我们活着 就是要为了帮助众生而存在 各位这个就是受菩萨界的基础 如果你没有这个心 你出家也没用 你受一百次菩萨界也没用 因为你没有报恩的心 所以念一下 知恩 念恩 报恩 有这个基本的精神 对任何众生 对你的仆人 对你的工人 对你的父母 如果你这个都没有了 那就不能谈佛法了 所以很多外国人很喜欢 他爸爸妈妈生病 他不会去看的 你修法要干嘛 修法是修菩提心 不是修那个法 而产生一个技巧 一个骄傲 所以知恩念恩 报恩以后 你才会生起一个佛教的心 念下来 慈心 所以我要让对方快乐 因为他是我的爸爸妈妈 没有一个众生不是 所以我要让他快乐 再来第五起悲心 所以我不要他受一点点苦 我要让他离苦 起悲心 然后第六个 才是佛教的一个愿 念下 起真上意乐 什么叫真上意乐 当你把小孩子生下来 你已经做决定 我要养他 养到我死 我要让他一辈子快乐 就像我们对妈妈也是这样 像我妈妈生病的时候 我跟我哥哥说 哥哥 多少钱 你都不要管 你只管一 这样就好了 因为对母亲是如此 我们家有四个兄弟 我们都有一点经济基础 但是我还讲一句话 如果三个兄弟都没人出钱 百分之一百我来 这是我的福报 因为这是我的责任 所以我也给印尼的外劳 相信双倍的薪水 我跟他说 因为他是我妈妈 也是你妈妈 然后我这样子希望 我不是说用钱来巴结你 而是感恩你 这样而已 那这个起真上意乐就是说 你要把众生的苦 成为你生命活着的责任 各位 各位你在老人院工作 你在孤儿院工作 你在学校做幼儿园的老师 你在做医生 你是开车的人 司机 不管你是盖房子的人 你都说 这个房子 我一定要把你盖得非常踏实 让你们安全平安 这是我的责任 所以我帮你开车 我一定要平平安安帮你载 这是我的责任 这个叫真上意乐 不管你是做公务员 做警察 做医生 那你要做一个负责任的人 你要结婚 所以很多人跟我说 师傅要结婚 你要跟三宝发誓 从今天开始直至死亡 不要对不起你太太 你要发誓 这个就是活化婚礼 太太一样 你要忠于你的先生 照顾他的儿女 家庭 父母 金钱 对不对 你不要把他钱拿去打麻将 休聘 气死你老公 这是双方的责任 如果这个责任都负了 那你这个婚姻 没有问题 这个叫真上意乐 所以我今天讲了那么多 各位现在要做一次私事 你要生起一个真上意乐 什么意思呢 既然我学会这个法门 布施食物给这些可怜的 孤魂野鬼 帮我供养神明 供养三宝 成为我生命的责任 所以你每天都要供佛 你每天在家里 弄一个小小佛堂 然后一本经 每天要拱一个水 拱一只香 随便你 这是你活了的责任 而且你每天要布施 给外面的乌鸦 你不要说 乌鸦别人喂我 不要喂 有形的动物 无形的孤魂野鬼 是我的责任 各位今天住在西雅图 西雅图七百万人的福报 消灾 是我的责任 由西雅图到美国 由美国到地球 由地球到法界众生 是你的责任 所以慈悲心是一种 承担众生苦的责任跟能力 这句话重不重要 学大乘佛是很伟大的 那以这个能力 所以我发菩提心 愿成佛 这个叫因果 这叫发心 所以念一下来 知恩 念恩 报恩 起慈心 起悲心 起真上意乐 发菩提心 这样 那你真实发菩提心 那发菩提心以后 要把菩提心当作你的修行 所以你每一件事情 都要发菩提心去做 穿衣服 当愿所有众生有衣服穿 而且呢 知道惭愧 能够修空性 这是你穿衣服走路 对啊 你做什么事情 都要发起菩提心来窜息 窜息 各位你不能懒惰 比如说 你负责来做老人院义工 那每一个老人 你都要一天去看他两次 你要规定 刚刚我听过我们信师说 我们现在中国大陆有规定 2017年的规定 做小孩子的 一个月没有去看爸爸妈妈一次 爸爸妈妈可以告他 可以告他 一个月才看一次 也未必再 接下来还要打电话 对不对 就是说意思你不能遗弃父母 因为现在这个孤独老人的问题 孤独死的问题已经太严重了 只好定这个法律 来保护这些孤独的老人 他不是没有儿女 而是儿女一欺负母 不理他 连丧事都不办 对不对 我想独居老人不是没有儿女 是儿女不理他 是不是 这是一个习惯吧 所以我想这个 这个真上意乐 各位要发起来 承担 那你才发起菩提心 有了菩提心 你要经常练习 但是菩提心最大的障碍 是什么呢 就是我执 所以各位发菩提心还要练习 不断练习 练习以后还要断我执 就是说你一定要把这个我快乐 我痛苦以后我的存在把它消灭掉 你不把它消灭掉 你不叫菩提心 菩提心的敌人就是自私我的 想到自己 所以有一个比例吧 我经常说在优婆色界经 有一颗药只能救一个人 你的独生子也生病 你的敌人儿子也生病 好 现在考试 请问这个药要给谁 敌人儿子 这个叫菩提心 菩提心以立他众生为止 而把自己放在最后 有点像地藏菩萨一样 我不入地义谁 地义不空 事不成佛 众生都成佛了 我才要排队到最后一个 一般人急的想要成佛 地藏王菩萨是急的想要帮助众生 观音菩萨早就成佛 但是他变成凡夫在帮助众生 比如说你可以做皇帝的 我不做 你送我去监狱 我去帮那些监狱的生病人忙一辈子 这就是我心灵的国王 那他监狱里面他要受灭袋了 他不方便 他不是什么大神通没事的 他只是心里平静 但是在生活上很苦 这个叫法王 以一切法自在 然后确实帮助众生 所以各位 经典这么说 那你要不要按照这样做 这个叫戒律 所以各位听我这样叫 能依教奉行佛 怎么没声音呢 我才问你 才叫你想发菩提心 没有没有 我已经受过菩萨戒了 我不用念 你不是菩萨 所以各位你已经听到我这么说了 我把后面讲完好了 发菩提心以后 你叫发心力 第二个你要不断练习 你一天要练习几百遍几亿遍的菩提心 那再来呢 对治力 你要把那个伤害菩提心的这个 我执业障消除掉 要一方面忏悔业障 二方面思维空性 第三个善因力 第四个你要不断的累积资粮 不止直接人度精进 点万灯供万水百千万 像明天要去放生 最好各位放多一点 所有市场都把它买掉了 这个善因力就是说 你要一直累积资粮 发菩提心不是放在心里 是你要去承担 各位你家有空房子 不要租人家好不好 干嘛 收几个孤独老人你来照顾 免费 三个房间收三个 你要发愿 你不能说 我爸妈难得死 又早来 那不行 所以就像我妈妈往生了 所以我就发起 我要办慈悲基金会 为什么 因为以对我妈妈的方法 尽力的来帮助老人 病人 穷人 我妈妈在世跟做的 跟我妈妈往生了 我继续做 我不是说我妈妈往生 我轻松了 那你要积这个善因力 最后呢 祈愿力 也就是说 我祈愿自己的菩提心 那是众生因为我 而都发菩提心 最后都成佛 这个叫你修了愿意发菩提心 后面还有这个五个力量 所以念一下来 发心力 串习力 对峙力 善因力 就是你要去累积功德 祈愿力 天天祈愿众生 头发菩提心都成佛 那这样 这个叫前行发心 也就是说 当然我这样讲 你会说 这个浪费时间 但是各位你要思维习惯 开个车 走路 今天我要去跟某人讲话了 就像我刚刚 刚刚各位要开始念了 这边在忙我们法师也念 反正你忙也要念他的 这样 乱乱的 这个不符合佛法 不符合佛法 因为我认为 虽然我们是小小的 每一个动作都很认真 要符合佛法修行的次第 所以你既然发心要帮助众生 那最好每天做三遍 各位 最好你规定每天要做十遍 我认识一位 他规定每天做一百零八遍 甘露四十 或是烟共 或是水 因为他要窜息 他要不断的去练习自己的悲心 因为真实有众生 那你要这样子不断不断不断 从你心里面去修行 我想有这么比喻吧 就像一个女孩子谈恋爱的 她每天 男朋友你好 男好 我叫我去买东西穿票 她每天都在穿洗 看哪一天 我这一辈子把你抓得紧紧的 你不要找别人 她会做生意也一样 醒来就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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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班以后女人在哪里 我要去风流了 骗骗老婆 因为她赚了钱干嘛 就是要花钱 所以这个是一个 人不是没有心 所以有一句话说 如果你把做生意赚钱的心 拿来学佛的 很难不成佛 一个女人如果把爱漂亮 谈恋爱的心拿来修行 也一定成佛 这叫众生皆有佛心 有那个能力 它是因为你用错了 那用错怎么办 那各位就要 现在你听我讲了 你就要发誓 这个叫戒 所以我发愿 我如果再这样 我就下地狱 我一定要这样 不能这样 你要有这个誓愿 把这个菩提心 空性 忍辱 当做你的生命 誓愿 那叫菩提心界 或是最高的 请别人诸佛菩萨证明 我永远这样 不然我下无间地狱 那叫三昧也 就像不动佛这样 跪在诸佛面前 观世音菩萨跪在诸佛 我如果失去悲心 舍弃众生 我下无间地狱 所以它名为观世音 那你要把 你要测试你自己这样去做 所以我想 各位现在我们还要再做一遍 甘露诗诗 那我们也要一起 生起这样的心 因为这样的心 那请问你这杯水 会不会变黄金 所以我每天在路上有空 我就撒米 对别人看我是米 这是个黄金 黄金是世间最高贵的 在佛教比黄金还高贵的 黄金甘露 念一下吃即解脱 鸟也好 蚂蚁也好 像我们这次去西班牙 我最靠心 我撒米 撒出去 要给鸟 结果鸟都没了 一只蚂蚁搬一颗 啪就走了 那边的蚂蚁叫非洲蚂蚁 也虽然不大 但一颗蚂蚁可以搬一颗米 跑会比坏的 太快乐了 他们在搬黄金 蚂蚁不是自己吃掉 搬回去巢穴里面 给他们的同伴 给他们的儿女也好 给蚁王也好 这种心态让我们赞叹 所以我们不是在撒蜜 我们不是在撒水 我们在撒的是众生的黄金 离苦得乐的依靠 所以各位这一杯水 你一拿出去 一言伏提恶鬼动生 都可以吃饱喝到 而且呢 念一下恶鬼升天 他马上脱离恶鬼道 饥饿 所以各位还会念破地狱咒 把地狱打开 那些地狱的众生 都来得到这个甘露 就算他不能来 我们会把它融入到地狱里面 所以对天道众生 也愿他们得到这个甘露 因为他们天吃的是一种福报的甘露 我们现在布施出去的是一种 净土甘露 让天人又能够吃到这个甘露 升更高的天 来自往生净土 所以要这样去观想一些 对所有众生 也就是说虽然我们简单的 只有一杯水 几颗米 但是呢 我们对的是 我们是用佛的心在做佛的事 也让众生成佛 然后最后为他们念阿弥陀佛 请问往生者会不会去极乐世界 不得不去 因为他的福报太大了 他因缘成熟 福利加持 所以我想这个跟你花钱没有关系 用心比较重要 但是你用心在花钱的叫福会双修 只用心叫会 但是你要真实布施你的金钱 生命时间这个叫福 那这两个要喝起来 但是你不要为了修福而忘了会 我去布施很多钱 但是你不想断贪生吃 你不想真实思维空性发菩提心 你只是修福报 老实说我刚刚从住的时候 我觉得住在美国的人有一个共善业 每个人住一个房子一个花园 这个是很好的善业 也是过去有布施嘛 不是穷人房间 但是去捐钱给人家住得很方便 给人家这个花草树木很好 那我想各位这些福报 你不能说我学佛了 学佛是你要为众生修这个福报 给予众生这个福报的机会 也就是说希望你住到西雅图来 这十年西雅图的这个经济土飞猛进 灾难减低死亡超度少人生病 那这个叫菩提心 所以三书圣再跟我背一次来 潜行发大悲心菩提心 正行不退转 安住无我空性 在苦行里面认真 来 洁行慈悲 回向法界众生 同享功德 同臣佛道 那请问 你为你的妈妈修一次甘露事实 福报大不大 我老实说了 我以前有一个老老板 他累世是我的父亲 所以他叫我去到公司上班 把我生一直生 生到最高的阶段 就不能生他儿子而已 这样子疼爱我 后来 但是他赚了太多太多的钱 花天酒地啊 后来就生病往生了 好在他太太很有善根 他太太跟他女儿说 哪一天你爸爸快倒了 你一定要找海涛法师 因为我是他公司的经理 后来出家的 因为他只听他的 这样 后来他 他终于快往生了 但是挣扎很痛苦 又去不掉 他女儿就找到我 我说好 因为我那时候在台湾南部 他们在北部 那我刚好有一点时间 我说车子帮我载到嘉义的地方 我要帮他做一次烟供 我去买一点点食物 烟供 我做完以后回向 他就断气了 这样 就断了 我开始做的时候 我跟他女儿说 我现在要开始做了 你在那边听你爸爸 你阿弥陀佛 他那个乱跳 那就平稳了 那个声音的声音就不见 他就平静了 等我做完以后 他就往生了 各位 施死重不重要 也不是说施死 是因为你很认真去做一件事情 为他做 当然我想的不是为了他 我想所有正在老人 正在加护病房 正在挣扎的 因为他让我有这个修悲心的机会 然后呢 所以要前行以对他的报恩心 成为大悲心 专心的做 急行 因为他而回向法界众生 所以他的业障就消除 没有痛 没有神秘 不再乱叫 不然很多要往生之前乱叫 家里受不了了 然后他就平下来 然后到断气 我对我爸爸也是这样 我爸爸正在送回家的时候 他不是要送去台北开刀 我跟我大哥说不要开刀了 89岁了 癌症都在胃肠里面 已经阻塞了 但是我爸爸不知道 因为他没有痛 这是他的福报 我爸爸在 所以我劝各位 年纪大了 超过60岁了 不要再吃肉了 我爸爸在往生前12年 决定吃素 最大的 就是他不再生气了 那就吃素 所以他就什么腰痛 什么痛 忧郁症都没有了 到往生前 因为突然觉得吃不下 我原来满肚子都是那个了 所以医生给他开个通 通大便小便了 那这样就引起心肌 心脏有点衰竭 那他们说送台北 我说不用 送回来我们到场 绕佛塔 绕佛塔 我不在 但是绕完 我又跟我爸爸说 我爸爸五分钟以后 安详往生 但是他有一点执着 他要照顾我这个儿子 所以他就成为我们到场的护法神 但是我跟我父亲说 这样不行 所以你要往生净土 那你会更有福报 更有福报 来帮助 你要善引导他 因为他想的是我 他想的是菩提心 他要照顾众生 但是我要说 爸爸如果你往生去极乐世界 你像阿弥陀佛的力量 就可以回向给我 而且可以回向给你 累劫累势的关心的人 你要慢慢的给他开导 这样 所以他就这样 OK了 所以我认为一个小小的动作 你要用 我经常讲一句话就是说 这德烈撒修女讲的 念一下 用大爱做小事 不要让人家知道你在做 不要有名有力这样最好 因为会变心 但是用的是一个大菩提心 去喂蚂蚁 去点一只香 去撒干露水 所以我永远要劝各位 去买一只 难道我要买给你吗 他说你买的有价值 这是马来西亚的 走到哪里喷一喷 对不对 下雨的时候我喷了更多 反正人家不知道我在喷 为什么 整条高速公路撒干露 所以我每次经过车子 我都会撒 为什么 希望每一部车子平平安安 很多信徒买了新车也是 师父撒一下 撒一下这样 当然我说还要打开 为什么撒 牛皮 牛皮 翁阿蜜 牛皮也要超度一下 车内车外超度一下 开车平安 但是这个信徒拿钱给你 你给他撒 这个外面的车你都不撒 那就错了 所以每一部车子都偷偷的 偷偷的 因为这种有的好处 还有时候看不出来 有时候可以喷很远 有时候就是 师父没有地方做烟供 这不是烟供吗 那里面都是干路 那我就回向一刹那的烟供 所以那重点是 这只是一般最平凡的水而已 但是这个水供养三宝 供养护法神 回向六老众生 云青在主 上供下施 那你一个悲心 我马里北面后 它变满一切 走到哪里都一样 所以地球在前面 星球在前面 我随时不失 胎儿在前面 胎位 生病的人 所以你在家里最好 写一些消灾牌位 往生牌位 在家里你就是一个大佛堂 各位还有后花园 那天有个居士说 要成立护身员 我说很好 先把往生牌位 整头送去你家 动物牌位 动物的 你就每天为这些动物 布施一点食物 说一点水 那些死亡的动物 这一区域的死亡动物 天天来你家得到超度 先给它水食物 再给它药 因为它流血 再送它去极乐世界 这样快不快乐 你永远不会失业 如果你喜欢做这种事 你不要去上班 我们供养你 因为你是菩萨 我们还有福报 供养你一百美金 我们赚一万 哪里不好 这跟你在家出家 没有关系 是你有一个布施的心 去帮助 所以我想各位 今天我们听到佛法 你就赶快努力去实践 那谁得到最大的利益 爸爸妈妈 兄弟姐妹 夫妻太太 儿女认识你的人 得到福报 因为他跟我们的缘 最近 雷世的父母 得到福报 所以念一下 一直得到 九玄七祖 尽超生 所以一个人 得到了佛法的道理 他去实践 九玄七祖 尽超生 因为你跟他的缘 所以释迦牟尼佛说 当我们去施死 几颗米的时候 谁最得到最快 如果你有历代祖先 六君建树 还在恶鬼道 受苦了 他第一个得到 因为他跟你的缘 最近 所以这是说 除了这些 各位还要回向你的冤心 在说 就是你过去对不起的 对不起的 过去伤害他感情 破坏他亲嫌 可能杀了他 你也要 特别回向给他 所以等一下 我们也会念简单的 阎共遗鬼 就是四个方向 再念一次来 三宝 护法神 六道众生 冤亲在主 都是平等的供养 上供两个 三宝跟护法神 下施两个 六道众生 跟你有缘的 所有爱跟恨你的 冤亲在主 通通得到 那我想一支香也可以 一杯水也可以 那我们现在 要做这个甘露事实 二十四页 也是怀着这样的心 用慈悲供养诸佛 用甘露供养护法出天 回向六道众生 是为了众生而来 好 二十四页 大家就认真念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如来未渺色断眼 一切时间无忧灯 光明无量朝时放 日月火逐渐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是护持佛法 究竟帮助众生 离苦得乐 所以 生命电视台 有责任 将佛陀的正法 不分宗派 传播在这个世间 希望各位 多关心生命电视台 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顾持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顾名生命文化基金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以古代佛教壁画 与雕刻文明与世的阿湛陀石窟 位于现经异渡德干高原 马哈拉·施特拉邦重镇 奥兰加巴德西北 约106公地处 在东西走向 沙西亚多利山脉中部 弗林瓦格拉河一带的 马蹄状溪谷山崖壁上 共开造29座东湖 从东向西 年延550余公尺 斗壁高约76公尺 山崖枯体材质为火山玄武岩 阿湛陀石窟群 全属佛教石窟 石窟分肢体与皮和罗两大类 以后者较多 按印度佛教石窟发展阶段划分 属于早期佛教石窟的 既有第四五八九十十二十三等窟 由以第十三号窟为罪骨 其开早年代 可上述到公元前二世纪 其余石窟大约在前一世纪便宜东宫 但整体工程可能延续到三世纪才完成 中期佛教石窟有第六七十一即十四至十九窟 年代从四世纪到六世纪中也属于晚期的石窟 基本排列在两端 其第一二三和第二十至二十九等窟 其建造年代大约自六十几中叶到八世纪 阿湛陀石窟艺术可分为建筑雕刻和壁画三部分 阿湛陀石窟的建筑形式 第九十九和二十六窟为肢体 其余二十五座皆为壁画罗 尸体库当中至宿赌博 天然岩藻 内殿四周建造列祖 早期如第九十两窟的建筑物 模仿竹目构造的痕迹非常显著 装饰简朴 到中晚期 石窟建筑装饰更趋精美 如第十九二六两窟 四周建筑 中文字幕构造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